这就是赌博的下场,我没敢跟家里人说,这80万是我爸妈一辈子都挣不来的,我凭什么让他们感觉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这么遭见他们,我知道错了,我会好好地工作,好好地还钱,加油。 看了好多借赌吧,YouTube频道的一个又一个的视频,似乎每一个视频里都有自己的影子以及灵魂在里面。 先来说说我的经历吧,2017年,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,我开始了我的IT之路,那时候我的工资是7K,对于老家以及很多宝妈来说,那时候的工资足以令别人羡慕。 这种状况,一直到2018年的5月份,第一次接触了韭菜盘,被人家割韭菜,割了1.5万块钱,然后着急上岸,在网页上弹出了一个日转四位数的标题,我就点进去了。 那时候不是彩票赌博,是买黄金涨停的那种盘,一开始挣了几百块钱,后来跟着导师的操作,一直说,直到输了2万块钱了,我从信用卡里套现出来2万,傻逼似的让导师帮我操作。 一会儿导师说不稳,我说不稳,我的钱怎么都没了,那时候特别生气,但是也没有办法,只能认倒霉,把那个所谓的导师也给拉黑举报了。 后来看我同事朋友圈里,说他玩彩票,快三,一天挣了两千,有时候三千,我也着急挣钱啊。 跟着他注册账号,充值,跟着计划员下注,一开始也是每天几百几千的,挣得很轻松。 最刺激的一次是,下午的时候输进去一万多,晚上不服气,自己下大柱缩哈回来的。 现在仍然记得,缩哈的时候浑身都是哆嗦的,那天缩哈回来之后,还竞争六千。 后来的日子里,上班的心思没了,虽然每天打卡,但是像是看不起公司一样,总是感觉公司要是不如意,直接辞职走人。 那几天,买了三百块钱的口红和鸡饭西散粉,花钱大手大脚的,很是嘚瑟。 跟我老公说,以后咱全款买房子吧,全部我出钱。 这种嘚瑟的日子,持续了一个多月,一天挣得最多的时候是挣了三万,那时候我就感觉,我靠,我怎么这么厉害,照这样下去,我都能买一栋别墅。 当天晚上,我带着我闺蜜和朋友,都加入了赌博的行列中来,带着他们挣钱。 当天带着一个朋友挣了一千多,后来的后来他们都输进去了,我那时候也输了十万了,我朋友输了好几万。 然后他们戒赌了,也劝我戒赌。 那时候我没好意思跟他们说我输了多少,我又刷爆了我所有的信用卡,然后无疑又是洗白白,所有的信用卡加起来是十五万。 后来想起,之前办了一个信用卡还没激活,趁着中午吃饭的时间,我激活了三万的信用卡,然后不到几天又输光了,因为所有的信用卡都刷爆了,没法再办卡了,只能网上贷款。 网上贷款才是我走上灭亡的开始。 第一家网络贷款是以某贷,一下债就贷给我十一万,那时候感觉我有钱了,又可以回血了,竟然没想过,如果停手的话,把信用卡都还上该多好。 不用怀疑,十一万数没了,又借二连三的网贷好几万,一直到贷无可贷,也快到了还款的日期了,没有钱还款。 给我姐姐借钱,我姐姐以为我被骗了,跟我爸爸说了,我没敢跟我爸爸说我赌博了,就骗他们说投资被骗了,还借了二十万的网贷。 那时候我公公也知道了,他把我爸爸从老家喊过来,让我爸爸出十万,之前我爸爸也给了我五万,一共十五万,我公公说借给我五万,把网贷还上了。 在这之后我消停了一段时间,每个月也会给我爸打钱还钱,大约两个月。 2019年1月份,我又复赌了,所谓赌饮就是狗改不了吃屎,我就是那狗,复赌之后,盈利的钱还了一部分信用卡。 后来还是不出意外的都进去了,我怕我老公骂我,又开始借网贷,偷偷地还网贷,实在快还不了,谎言快维持不下去了。 我跑去了北京,说北京工资高,想早点还账,老公知道之后骂完我,还是原谅了我。 大约过了三个月,2019年11月份,我又一次复赌,输了三万,我自己在北京的出租屋里,拿着修眉刀,想要了却自己的生命。 但是想到孩子,下不了那个手,我老公和闺蜜在老家赶到北京,帮我报了警,还了高炮,让我过完年回去。 2020年初,赶上疫情,或许赌博就是一个魔鬼,一直忍不住要走向他,第四次复赌,换了一个平台,玩的是赛车,飞艇的那种,感觉一直很稳定,还完了花呗,把花呗取消了,每天几十块钱就很满足的那种。 后来输得多了,就开始上头,之前的网贷还清了,又借出来了,十万又洗白白了,花呗也空了。 这个月发了一万块钱的工资,我还想挣个一千块钱就撤,谁想到在新平台里还是被套住了。 输了五千之后,我不敢吓住了,把剩余的钱取出来,没敢跟老公说。 直到我们还信用卡的时候,我老公说为啥还有这么点的时候,我就坦白了。 我老公把我的一个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都摔碎了,他没舍得打我。 自己出去清静了两个小时,跟我说离婚,我没有挽留,因为我知道这都是我自作自受的,离婚协议书我写的,孩子归我老公,因为我不想让我儿子有个适赌的妈妈。 这几天说实话,晚上我都在悄悄掉眼泪,我不想离婚,但是我也不想拖累老公和家里人。 我看了很多,戒赌第一人,马鸿刚的视频,也给马鸿刚老师留过言,用各种办法戒赌,或许很多人会说我还会赌的。 也有很多人骂我怎么不去死,我不怕死,我喝过农药,被抢就过来了。 我现在不能死,孩子说了,不管我怎样,我都是他的好妈妈,我希望有人可以制止我,当然我发誓,如果我再赌我自己,就会跳楼去的,下不为例。 我不是一个语文作文很好的,都是想到哪里写哪里,希望还在赌博的,可以看一下借赌千王,十赌十书。 最后忘记说了,我总共输了八十万,在老家可以全款买套房子了。 如果我贷款八十万,正在还房贷的话,我都是愿意的。 这就是赌博的下场,我没敢跟家里人说,这八十万是我爸妈一辈子都挣不来的,我凭什么让他们感觉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这么遭见他们。 我知道错了,我会好好地工作,好好地还钱,加油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,视频下方超级感谢,点赞订阅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